我的孩子是在学校被害了 我们是要的是真相 要的是真相啊 大家好 欢迎来到解密工作室 我是探員X 一开始那段影片 是一个妈妈的控诉 控诉社会 控诉政府 控诉学校 要还回一个儿子给他 还回一个真相给他 在过去三个月里 探員X最少收到二三十个观众的联系 他们想我讲一件 在过去三个月里 轮动全中国的案件 内地一个叫胡音宇的中学生 被送到一间极宿学校过几月之后 突然在满宝贝路电视的校园里 离奇失踪 当中情节曲折离奇 甚至可以说是南海涯案的翻版 最后 经过106日所谓地毯职业搜索 发现原来胡音宇只在学校旁边 一个国家储备粮仓里面 可惜他被发现的时候 已经离世了 接下来 我们就详细看看这件案件的来龙去密 看看当中有什么扑索迷离的地方 究竟胡音宇 他是自杀 他实 还是宁有内情 我们先看看这件案件的失踪者胡音宇的背景 胡音宇在2007年7月份出世 失踪时15岁 对上一个哥哥 在失踪时 胡音宇正就读江西省上遥市 袁山园 致远中学中四 即是内地的高一 本来胡音宇就不是读这家学校的 但因为胡音宇在中二的时候 成绩开始跟不上原本的学校 所以他父母和求父商量之下 就决定在胡音宇读高中的时候 送他去隔离镇 即距离他们原本家里30公里的学校镇 一家名为自愿中学的全日制私立技术学校读书 一般在内地就读技术学校的高中学生 一整天都没有很充实 每天早上7点左右就开始上学 又到下午5点左右就放学 放学之后 学生在学校大约会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自由活动时间 但这个小时是包括吃晚饭时间 而且学生就不能离开学校 自由时间完结之后 学生就需要再回到班房 进入一个叫晚自习的活动 即是我们所说的自修 然后自修两三个小时 大约晚上9点到10点左右就正式放学 可以回到宿舍休息 胡音宇在2022年9月1日就开始正式入读高一 开始这种如此黑苦的生活 而胡音宇的失踪 即是他入读自愿中学 只有短短45天就发生了 然后要再加106天才再找他 而且原来他一直在校附近一个小山边里 在2022年10月14日 那天星期五来的 胡音宇是要回学的 当日常规的课堂里 胡音宇就没什么特别异样 但对了晚自习 即是夜晚自修的时段 按照规定 所有学生都必须在6点05分前到特班房 但到了6点20分 班主任就在班房里开始点名 胡音宇依然没有在班房出现 班主任发现后就立即报告校方 于是校方就派出教职员 在校内和沿着校外的围团 搜查胡音宇这个身影 搜索范围包括宿舍大楼 教学大楼 校内的小树林 和校内的人工湖边 但找到这么多地方都是找不到胡音宇 直到胡音宇失踪5个小时31分钟之后 胡音宇的班主任就把这件事报告给胡音宇的父母 阿姨和儿长 大约在凌晨2点 胡音宇的爸爸 阿姨和儿长就去到学校了 但由于胡音宇的妈妈就在福建做保姆 所以要到早上11点才到学校 究竟人怎么算确认 胡音宇的电话 手标 钱都留在宿舍里面 而唯独是胡音宇哥哥 早前买给胡音宇的一支绿音笔 和学生证就不见了 相信胡音宇是带在身上 而胡音宇的身份证 这只留在家 以上就是胡音宇的失踪事发经过 接下来 我们就看看校方、公安、家属是如何应对胡音宇的失踪 在10月15日早上9点 胡音宇失踪15个钟后 胡音宇的妈妈还没到学校之前 胡音宇的爸爸就和校方 已经先去到公安局报警求助 公安接报之后 就和家属和校方 去到志愿中学和学校附近搜查 翻查胡音宇失踪前的闭路电视 我们就看看闭路电视的时间线 在失踪当日 下午5点40分 胡音宇下堂 吃完晚饭之后 就一个人短暂回到他所住的306号宿舍 306号宿舍是一个八人同住的宿舍 胡音宇在306号房停留了3分钟后 即是5点43分左右 就离开了306号房宿舍去到5楼的天台 胡音宇在天台停留了2分57秒 然后第5点45分 胡音宇就走到宿舍大楼的地下 然后再走到宿舍大门 期间胡音宇还和他打蓝球的同学打招呼 聊了两句 然后到了5点49分 胡音宇再次回到他所住的宿舍大楼 1分钟之后 即5点50分 他再次上到天台 而今次他停留了大约13秒就离开了天台了 在5点51分30秒 他走到宿舍大楼的地下 离开期间 他再次见到刚刚打蓝球那位同学 两个人再次打招呼 然后胡音宇就往教学大楼方向走过去 以上就是胡音宇失踪之前 被闭路电视拍下的画面 其实志愿中学是一间封闭式的管理学校 全学校一共装有19个闭路电视摄像镜头 基本上覆盖到整间学校大部分的地方 但唯独是胡音宇由宿舍楼到教学楼 短短100米里面 中间大约有10米 闭路电视是覆盖不到的 而胡音宇就在这段路里消失了 他最后出现的画面就是5点51分58秒 前往教学楼方向走去途中10米的一个盲点 于是胡音宇的家人、校方和公安 再次在校内和沿着校外的围场 进行地毯式的搜索 但彻底搜索过后 都完全见不到胡音宇的身影 而刚刚也说过 志愿中学是一间封闭式的管理学校 学校除了三个出入口之外 都被围场包围住 最矮的墙也有2米 而长生也长满青苔 公安就没有发现在场上有被人踩过的痕迹 所以错步推断 胡音宇仍然在学校里面 于是就对校内所有房间、水池、屋顶、角楼 进行搜索 但最后都没有发现 他们也怀疑胡音宇可能跌进化分池 或者在学校里面的一个人工户 于是他们也抽干了学校的化分池和人工户 但抽干之后仍然是见不到胡音宇的身影 于是搜查方向又重新转向 胡音宇被人带来学校的方向调查 回程胡音宇失踪一晚时 一共有13架车经过三个不同的门口 离开志愿中学 但调取车牌号码再找回司机后发现 这些司机都被排除与案件有关 在之后的日子事件慢慢渝揚 公刊胡音宇的家人以学校为中心 慢慢扩大搜索范围 包括附近的树林、河流、水库等地 但也找不到胡音宇 胡音宇的家人也试过买无人机 沿着胡音宇可能途径的路线进行搜索 也有热心民众通过3D搜查 热感探测图像等等搜索 而公安也有用人面识别技术去找胡音宇 但做了这么多事后也找不到胡音宇 在此时,胡音宇的家人开始认为 事情就不太简单了 他们开始怀疑胡音宇的失踪和校方有关 因为胡音宇的家人发现胡音宇失踪当晚 凌晨12点到2点 除了闭路电视的管理人员外 校长胡音宇的班主任也曾去到监控室 而监控室内6部主机 由5部主机的监控日子被删除 而且在15号凌晨1点 即胡音宇伸中了没多久 监控日子也有登任的记录 在之后,胡音宇的父母一次去到学校 想见校长,但就不获接见 打他电话也不听 胡音宇的舅舅在学校门口录影 也被一个干头老师阻撓 说不可以在学校门内拍摄 而且还聊胡音宇的舅舅打架 虽然到这一刻 仍然未知胡音宇的失踪究竟所为何事 但实在很难想象到 一间负责看守学生 保障学生安全的版学机构 在无尽好责任 甚至可以说自己过失之下 都可以做出这样的行为 说回案件 由于公安一直都没有为胡音宇失踪案立案 将案件往刑事方向调查 即是当作失踪案 于是胡音宇的家人就找来律师帮忙 去信公安 这封信的标题就是 疑似江西校园埋思案 请求刑事立案侦查 信中主要就是表示 怀疑胡音宇已经下来遇害 第一 要求原山院的公安刑事立案调查 第二 要求检察院监督 第三 就要求再上级 即是上遥市的公安 监察案件 但胡音宇的舅舅就说 收到公安的回封 说立案要符合六点立案要求其中一点 但胡音宇的失踪案 就完全不符合这六点 而唯一能够符合的就是 就是失踪者失踪超过三个月 但在那个时候 胡音宇还未失踪超过三个月 所以公安就拒绝了胡音宇的家人的要求 而且也都表明 就算三个月之后 也都没有被怀疑的对象 反问回舅舅 即使三个月之后 又如何立案呢 值得一提的就是 胡音宇的律师在原山院的行动 也都不是很顺利的 试过被不知名人士 以车挡住他的去路 以及疑似被不知名人士跟踪 而胡音宇父母老家家附近 在某一天的凌晨时分 都突然被人装了四个白露电视 于是 胡音宇的家人就采取更主动的行动 在胡音宇失踪过几月之后 即11月14日 胡音宇的父母 拥离一队云南的民间搜救队 但与搜救犬夸散参与搜索 这一队搜救队一行四人 两只狗 一只狗就是搜尋犬 另一只就是搜尸犬 在15号起 在学校范围以外的地方搜索 一直到17号 经过家人与搜救队 两天来与校方与公安沟通 在11月18号搜救队获批 但与搜救犬进入学校里调查 而搜救犬一共对学校三个地方认为有可疑 但调查下去之后都没有什么线索 所以搜救犬这条路也断了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社会大众一直高度关注这件事件 大家都以为搜救队一而心而攻 甚至连搜救队都说自己是没有收钱 但之后胡音宇的表姐踢爆 搜救队是有收钱的 而且完事之后坐地起家 胡音宇的表姐通斥 最可恥的不是他们坐地起家 而是搜救队事后对外宣称是没有收钱的 还拿胡音宇炒作 胡音宇的离奇失踪 消失的监控日子 校长的不接见 老师的阻撓 神秘人士的跟踪 乡下被装上闭露电视 各种离奇事加在一起 事情越闹越大 引起大陆各大网民热力讨论 根本事情传出多个不同的版本 当作有两个版本作为港大大网民认同 第一 就是有人说胡音宇的血型是RH陰性血 十分罕见 虽然有负伤或高官看中了他的器官 第二 有人就说胡音宇失踪那一天 离开学校13辆车里面 当中有一辆SUV好有可疑 胡音宇有可能被这辆车带走了 在这个时候 胡音宇已经失踪了六十多天 校方对于失踪的监控日子 就站出来否认 说校园监控记录不存在消失的情况 我们有的证据已经提交了给公安 而公安在事后也跟胡音宇的家人说 设备新产商海康威士的技术人员监定后 认为事情就没有被删减 本来以为有关消失的监控日子 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 但很快就竟然出现罗新门事件 就是海康威士后跟内地传媒说 他们就不是监定机构 不提供监定结论 技术人员只是根据委托方的要求 对设备的物理状态 以及一致进行了查看、记录和反饰 就没有涉及有关主机的监控范围 画面内容和其完整性等方面评价 事件越描越黑 越来越多的疑点 直指胡音宇的失踪就不是那么简单 但即使是这样 胡音宇的家属一方面担心 网民一方面在讨论 警方依然不是事件立案 事件发酵得越来越严重 基本上每一个网民是不知道这件事的 甚至夸张得另一个街边阿伯 都可以说知道这件事 对这件事作出评价 这孩子还找不到 学校推的1个265 这是志愿中学 到后来 可能事情真的罵得太大了 直到今年1月7日 即胡音宇失踪95天后 公安终于为这个事件做一个总结 公安就说 当局搜索了589某山江树林 约200公里的河段 走访了学校附近2238户居民 226个交植员 159间企业 951两客户车司机 全约226处的庙宇和道观 25间养老机构 一间九户站 排查了72个水堂 运用了升纳查了3个水库 检视了6471个小时的闭路电视影片 翻查超过30日文章 交通路段的照片等等 亦先后4次派人到福建 浙江等地 胡音宇曾经生活 或可能前往的区域查找 而最终得出来的结论 未发现胡音宇在校内被害 自杀或发生意外的痕迹证据 排除校内人员犯罪的可能 并总结 所有信息都指向胡音宇自行离孝 然后在这个总结发出两天之后 1月9日 再派出大量人员进行地坚式搜索 并表示胡音宇可能已经离开江西省 他们将会再次往省外的方向调查 虽然事件已经过去百多天 但胡音宇这案件的热度有增无减 直到胡音宇失踪106日后 这案件终于有突破性的进展 胡音宇的妈妈收到公安通知 说相信已经找回胡音宇 但可惜已经离世 公安就说 在1月28日中午12点25分 沿山沿公安局收到市民的报警 或在一个叫金鸡山的山上 发现一具挂在树上的屍体 接报后公安去到现场调查 发现树上的死者衣着 和胡音宇失踪时的衣着一样 在现场也发现胡音宇 在失踪当时带走的录音笔 而胡音宇在不露电视画面上 所穿过一对回力经典鞋 都在地上 不过两只鞋的鞋带就是不见了 原因就是 关注围体 只是那两条绑在一起的鞋带 于是公安就请胡音宇的家属代表 即她的妈妈 和他们的委托律师到场 见证着整个搜证过程 之后经DNA鉴定 证实死者就是胡音宇了 而这个消息很快都被传出 一传出之后 立即轰动全中国 因为当中实在疑点重重 首先 胡音宇伏斯的地点 就不是什么深山深处的地方 而是胡音宇学校附近 金鸡山上的各家储备粮仓 如果由志愿中学 走到胡音宇伏斯的地方 直线距离只有226米 可步行距离只有400米 而公安在1月7日发出一份总结 先说他们做完地毯式搜索 搜索了589米山江树林 但步行几分钟的地方 又为什么会找不到呢 而且国家处备粮仓 每天都有十多人上班 那难道106日都没有人发现 即使没有人发现 15岁的胡音宇 又怎么避开校内那么多监控镜头 去到这里呢 其次就是胡音宇的妈妈表示 她见到胡音宇的时候 遗体已经腐化了 几乎已经剩下鞋骨 只剩下头脑的位置 免去看得出是她的儿子 当时这个遗体身上穿了一件外套 看来就是前后反转了穿 当社会大众得知这些消息之后 普遍人都认为 胡音宇是被人带到某处加害 然后再被带到伏斯的位置 意思就是说 发现胡音宇的地方 就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同时也传出 胡音宇的双脚就不是自然碎下 而是和地面平衡 一时间整个摸下很多说法 而要找出事实的真相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验尸 以及检查在现场找到那支录音笔的内容 于是胡音宇的妈妈就决定 为胡音宇的验尸尋找真相 但当时公安会不会公开调查结果 也是未知之数 直到2月1日经过4天的调查 公安说已经为胡音宇的死 找出真相 并宣布在2月2日开新闻发布会赶述事件 在2月2日的发布会上 有6名政府人员 他们就指出胡音宇是自爱解决生命的 就不是他杀 而死亡日期就是他失踪那一天 公安就说在现场找到那支录音笔 虽然在湖外的环境暴露了这么多天 拿走的时候表面都有些潮湿 但之后正式功能就是运作正常的 而且整个过程 亦都是他们见证之下送到公安部监定中心 展开数据提取 而对比录音笔里的录音背景音乐 和学校的背景声是一致 再将录音笔的录音和胡音宇QQ的录音对比 可以确定录音笔说话的人就是胡音宇 公安也说 虽然胡音宇在使用录音笔的时候 有多次录制、删除和操作的行为 导致使用专业的设备恢复以后存在的部分数据碎片 但录音内容就没有发现是人违合性的展触 胡音宇录音笔里面有两段录音 都清晰表达交代了他有轻生和厌世的念头 其中一段即是10月14日下午5点40分录 即是胡音宇在天台的时候 另一段即是晚上11点08分 外面篇幅太长 具体的内容探描X就不在这里讲述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到留言区查看 在场有记者问到 相述两段原始录音会不会公开 公安就答他们已经征求了家属的意见 家属明确表示可以适时公开 当局虽然尊重家属的意愿 但又指为了保持未成年人的私隐 通报的录音内容部分属于摘录 亦是由公安说出来 而探员X翻查资料发现 在胡音宇失踪之后 圆山圆都下了几次大雨 如果这支录音笔 真的可以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保存这么久 也真是很厉害 第二 公安也交代了 胡音宇的服饰地点 即是第一案发现场 根据胡音宇颈部的血痕 都可以确定胡音宇是死之前刮上去 就不是死后被人转移到这里 并解释胡音宇解决自己生命的鞋带 因为财责就是敌狼的关系 所以可以乘重85公斤 而胡音宇只有60到65公斤 而且人死后身体会越来越轻 所以就能解释到 为什么这鞋带经历了这么多天都没断 以《毒理化验报告》的显示 胡音宇也没有中毒 而且在现场都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 而根据尸体的腐败程度 结合当地的环境、气候条件 尸体符合长期暴露在室外的特征 而梁库的墙上面 亦有一部分的青台消失了 由此可以证实胡音宇是爬墙的时候踩掉的 同时也令鞋底尖上青台 最后公安也解释 为什么经过所谓的顶知识搜索之后 为什么在距离这么近的地方 依然都没有发现胡音宇 公安就说 他们先后在2022年10月21日 10月21日、11月26日、11月27日 展开四次的搜尋 对梁库进行了走坊 并对全部建筑物的内部展开搜查 也都对梁库附近的玻璃厂 发起的厂房进行搜查 这四次都没有带同尋人犬 而在最后一次搜查 即是2022年11月27日 公安曾去到事发地附近的森林体 这个区域植物很茂盛 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所以就没有继续深入调查 而且公安也都澄清 胡音宇是O型血 就不是网上流传的RH音性血 另外,关于胡音宇的尸体 双脚是平衡地面的说法 公安也都澄清 胡音宇被发现的时候 双脚是自然垂下的 就没有平衡地面 发布会最后 公安也不忘向家长和学生寄予 要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 同时也指责一些网上造谣身事的人 指他们为博取眼球 乱作故事 也指明有关造谣人士 他们已经把他们拘捕了 而在发布会之后 尤其是新闻也播出一个有关胡音宇的节目 这个节目就访问了 发现胡音宇的保安和公安 而这个节目也补充了一些 在发布会上没有解释的事 我们就简单看看重点 首先发现胡音宇的保安员就说 胡音宇的服饰地方 是位于梁库最北边 由于位置较偏僻 而且还有一个大斜坡 平时就很少人去的 但因为这里附近有些竹 所以在1月28日11点多 保安员参加梁库的例行巡查的时候 就想到去这里斩一枝竹 回去浪衫和浪皮 保安员去到的时候 还未发现有什么异样 但突然间 同行的狗姐就跑到斜坡下面的森林 所以他就追过去看 然后就走到胡音宇服饰位置下面 然后再望上去就发现了一具围体 掛了在墙上桌上的树枝 保安员说他见到这样的情况之后 就立即通知上司 然后保安员就和两个上司 分探案发现场 他们三个人都认为 书上面的人就是胡音宇 所以就报了公安 公安到墙后 再通知胡音宇家所找的律师 然后再通知胡音宇的家人 保安员也解释 为什么之前公安来了四次检查的时候 都没有去到胡音宇的服饰地点 保安员就说 因为胡音宇服饰那里 以前就是仰蛇牆 那里有很多蛇 之后没有做蛇都走了 在夏天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敢下去 因为那里有很多蛇 如果不是他的狗下去 和当时是冬天 蛇在冬眠中 他都不会下去 这样也合理解释到 为什么之前公安四次去搜查 都没有什么发现 而失踪了106天的胡音宇 从发现尸体到真相大白 就只用了5天时间就被定论了 而胡音宇的妈妈 在发现胡音宇的遗体之后 不知道是不是太过伤心 就没有再次出现在大众面前 但随着胡音宇失踪案定论之后 网上讨论胡音宇失踪案的人就没有减少 有人就不相信胡音宇的失踪案是这么简单 认为另有内情 也有人将讨论风向 转向讨论青春期的少年 面对学业压力 家庭压力 父母管教的方式 和怎样帮青春期的身心健康成长 福音摩斯曾经说过 排除一切不可能的 剩下的再不可能也是真相 那胡音宇的案件 是不是真的排除了一切不可能呢?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 可以给个like我 或者有什么案件想一起讨论 欢迎留言 之后我探某X会和你调查更多的奇案 希望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按着旁边的小铃 当有新案件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